女朋友陪我去健身房时,平时冷淡的健身教练像一只开屏的孔雀,兄弟,你这样练出来的都是假肌肉,徒有其表,我看在平时他指导还算尽心的份上,没有和他计较,休息时和女朋友讨论蜜月旅行,教练赤着上身,绷紧肌肉走过来,调侃的语气说,你小子每次来带的美女都不一样呀,没什么钱,倒是很有福气。 今天是练腿日,女朋友许英说想看看我每次都是怎么练的,能把自己练到走不了路,我就把她带到了健身房,路上我和她分享新换的教练周紫阳,她肌肉练得很好,据说拿过好多健美冠军,专业性也很强,就是话少了点,我上次跟她练腿,费了一周,阿队今天得续费了。 宝贝你记得提醒我一下,许英想起我上次练腿的惨状,笑出了声,我可要看看到底是谁,把我心爱的男朋友练成不会走路的青蛙,我俩有说有笑的走到店里。 教练正在休息区等我,她一如既往冷淡的说了声,让我换鞋到器械区,我把提前准备好的零食和iPad拿出来,放在许英面前。 宝贝,你先看会去,我一个小时结束。 许英点点头,想到了什么突然问,续费说你名字就行吗?我先去帮你续上吧。 教练周紫阳顺着声音的方向看去,没等我说话,她像一只开屏的孔雀一样,走到许英面前,面带笑意。 对,还得麻烦你报一下教练的名字,我叫周紫阳,许英礼貌点头,就朝着前台去了,开始训练的时候,周紫阳频频失神,甚至连动作做了几组都没有数,蹲起的时候,更是忘了帮我做安全防护,没等我发火。 她突然说,刚才那是你女朋友吗?她一身奢侈品都是你给买的。 是我女朋友,她自己就是大企业高管,那点东西还是买得起,周紫阳靠在一边器械上,若有所思的说, 哎,我记得你登记的职业是月薪八千的基层程序员啊,我神色冷漠,只起身看她,前台告诉我,为了避免被教练打扰所有信息登记是保密的,你偷看,她尴尬的笑着拿器械不看我,哈哈,不小心看到了,这不是羡慕你有一个富婆女友吗? 厉害兄弟,无被楷模。我家有矿,小时候我爹总编数着前边说,科技改变生活啊,家里矿快挖煤了。 儿子你出去学点别的吧,直到现在,还是这套话,实际矿产不减反增,作为家里的独子,我爸说结了婚才可以接手矿产。 大学时,因为登记写了自己家里的实际情况,每天都能收到违法的邀请信息,还有好多专业的美女约我出国玩,我害怕被制洁,也厌烦这种被打扰的生活,从此所有信息都没有真实填写,我的生活也归于平静,工作后我更学会了低调,此时周紫阳的阴阳怪气,我也不想解释, 不就是觉得我不赚钱被富婆包养吗?大不了我换家健身房,坑吃炼了半个小时,我坐到许英身边休息,许英将水杯拧开递给我,关心的问,累不累啊?快休息休息,平日里独自整理器材休息的周紫阳走了过来。 用力捏了捏我的胳膊,你这都是假肌肉,不行,太虚了,我气笑了,任何一个男人都不能接受别人说自己不行,而且还是在我女朋友面前,我拍开她的手,冷声道, 教练,你这半个小时的无效训练已经让我不开心了,再来挑衅我,我立刻跟前台退款,许英怕我俩打起来,凑起来握住我的手,阿清,别生气,别生气,她把平板递过来,转移我的视线,我刚才看了一个旅游攻略,以后咱俩结完婚,可以先去周紫阳的声音打断许英。 要结婚了,你小子每次来带的美女都不一样,没什么钱,倒是很有福气啊,她的声音很大,休息区其他人也都看了过来,周紫阳一只手捂住额头,叹气说,我也真是的,不好意思美女,我一时激动说错话了,你可千万别和她吵架啊。 此话一出,许英的脸色瞬间变了,我站在周紫阳面前,虽然她比我壮,但我比她高,存在天然的压倒性气势,你说我每次都带不同的美女来,证据呢? 没有证据,你刚才说的话属于造谣声势,我要报警,希望警察能帮我查清楚,是不是我每次都带不同美女来。 我拿出手机就要拨号,周紫阳吓得脸色煞白,赶紧拉住我的手,哎,你这是干什么?一句玩笑话,可能是我记错了,此时我已经非常不开心,许英也撅着嘴等我解释,没事,警察会帮你想起来,既没记错,周紫阳还想瞒混过关,继续说,主要是我有一个和你长得很像的会员,我估计是看差眼了。 我冷笑一声,哦,那行啊,你把他叫过来和我对质,到底谁每次都带不同的美女来,算了,不麻烦你了,我还是让警察帮我叫吧,周紫阳尝吸一口气。 大声说,对不起,我胡说的,行了吧,我叫来店长。 把事情从头到尾说了一遍,店长按着周紫阳的头,一起鞠躬道歉,许英拉了拉我的手腕,我也怕吓到她,没再报警,但推掉了刚才续课的费用,真有意思。 有这种随意造会员黄瑶的教练,谁还敢来,愉快的上午被打扰,下午我决定好好带许英逛逛街补偿她,许英和我是在排球俱乐部认识的。 那时我们都是刚进入社会的萌新,对于职场有很多共同语言,久而久之,我向她表白,我们就在一起了,因为家族原因,我不能在婚前告诉她我家的矿产信息,但是钱还是可以花的。 许英第一次去我在公司附近的房子时,她看着满屋的奢侈品劝我道,阿清,我不是一个物质的女人,你没有必要买这些假货来充面子,反而让我心里隔应,我焦急地解释,这些都是真的啊,你喜欢随便拿,许英摇摇头,如果是真的,那我更要说你,有钱干什么不好,为什么要这么虚荣? 爱马仕的毯子有什么特殊用处吗?不过是你的虚荣心在作祟而已,我很讨厌不务实的人,我那时很喜欢他,无奈低头说,是假的,我不是虚荣心强。 许英满意地摸摸我的脑袋,搂住我,宝贝,我喜欢的是你的人,我不求你给我什么样奢靡的生活,只要能养得起我就行,我重重点头,以我爸的家产,养一百个,他也不过皮毛,大不了等感情稳定了,我向他求婚时候,再把家里的情况说出来。 恋爱第二年,女朋友跳槽到现在的公司市场部,刚好这家公司的创始人是我爸爸的朋友,继承人更是我穿一条裤子长大的兄弟吴卓斐,他现在正在市场部历练,我拜托他帮我照顾一下许英。 于是,许英仅用半年的时候,连升两级,成为市场部副经理。 钱多或少离家近,许英整个人也愈发开朗,想到这,我禁不住看了看身边的许英,好像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,她开始穿设吃品了,所以,我是不是也可以稍微露一点付了? 宝贝,我带你去买个包吧,许英好看得大眼睛眨巴眨巴,宝贝,你中彩票了,我忍不住亲了她一口,牵着她的手,直奔,是呢? 刚到门口,许英的电话响了,什么?我妈出车祸了,跟着许英来到医院,她直奔病房,我留在楼下办理入住手续,等我上楼时,见到了意料之外的人。 造谣我的教练周紫阳,此时她正站在病房门口,和我女友畅谈,看见我身影,许英招手叫我,阿清,真的巧了,我妈被车撞司机跑了。 是周紫阳教练,把她送来医院的,现在她可是我妈妈的救命恩人了,周紫阳大放地笑着,别这么说,我也是想为社会贡献一份力量,没想到竟是你的妈妈,和你再次相遇,还挺开心的,我们可真有缘啊。 她长得不差,又带着暧昧的语气,深情地看着我的女友,让我感受到一丝烦躁,尤其是许英对此毫不抗拒,甚至还拿出手机,要和她加微信,我的手扣在女友的手机屏幕上,非常感谢你救了我女友的妈妈,加微信就没必要了,你打开收款码。 我给你转两万感谢费,周紫阳眼睛一亮,又迅速暗淡,厘清,怎么说我也是,带你练了一个月,就因为今天上午那点小事你就这么抵触我,算了你不让加就不加了,感谢费也不用,我不差那点钱,就当我没来过吧,许英急了,她推开我的手,不让周紫阳走,语气不满地对我说, 阿清,你怎么这么小心眼,还拿钱羞辱人,你很有钱嘛,我是一定要嫁她的,而且我还要去她公司送锦旗,就是你这样的人太多,社会才会越来越淡漠,我无语至极。 但终究是她救人有理,我也就没再说什么,想着等她走了,我再和许英好好聊聊这个问题,结果我爸打电话,说家里出了点事,让我赶紧回去一趟,无奈我只能先走,等回来的吧,再和许英聊一下。 半个月后,我回到威士,这段时间我和许英的聊天很少,我估计她还在不开心我走前和她吵架的事,不过问题不大,如今家里连姻相亲这半个月都推光了,也说服了爸爸妈妈结婚的事,我准备先去许英家看看她,许久未见,我很想她,今天过后我就得准备求婚仪式了。 我满怀期待地抱着她最喜欢的玫瑰花,站在她家门口敲门,谁呀,一道男生从远极近,打开了许英家的房门,周子阳,你为什么在我女朋友家? 我直接气炸了,将玫瑰花砸在地上,周子阳不懈地扫视我几眼,笑道,问你女朋友啊,走进客厅,许英慌张地跑过来,阿卿,你怎么来了? 我冷漠地看着她,我不该来吗?阿卿,你听我解释,是我妈妈出院,非要请周子阳吃饭,所以她才会在这的,许英妈妈端着一盘菜走出厨房。 看都不看我一眼的大声说,那个穷酸命的小心眼来了,月薪八千,怎么好意思赖着我女儿不放的呢?我转头死盯着周子阳,她无所谓的耸耸肩。 怎么,自己实际什么情况都不和女朋友说,想骗人家女孩娶到手了,和你一起窝居吗? 许英有些尴尬,拿起一旁周子阳的外套,推着她往出走。 今天你先回来,我解决完再和你说了,我看着许英的手紧紧贴着周子阳的后背,到门口的时候还比了一下手机的手势,不对劲。 他俩在这半个月之内肯定发生过什么事,想着我也问出了口,你什么时候和周子阳那么好了? 许英长叹一口气,三句话不离周子阳,她到底怎么你了?那天随口一说的事,我都不生气。 你至于吗?说完她留下一句,先去安抚一下,她妈妈就进了卧室,独留我一人在客厅。 我不由得自嘲一笑,现在这里最需要安抚的人不该是我吗?许英的手机在桌子上震动个不停,我本不该看她的隐私,但是冥冥之中,我感觉发消息的人是周子阳,打开手机顺利解锁,勇敢扬扬,你们聊得怎么样? 宝贝你到底什么时候和她说分手?我等不及了,她真的是我见过最能装逼的人,说她月薪八千还不乐意,快跑吧,莺莺宝贝,她就是那种会炸漏套套,让你怀孕不给彩礼的男人。 我继续网上翻,从许英妈妈车祸那天,两个人的对话就没停过,最开始基本都是周子阳在说,莺莺,我可以这样,叫你马感,绝好可爱,许英回,别了吧,这样太暧昧,我男朋友看到会生气,你那个月薪八千,还要健身花五千的男朋友,不要也罢,八千,不能罢,我没看阿清缺钱过,她家庭应该还不错。 网代呗,这种strong男太多了,后面的内容,许英并没有为我说话,反而两个人接着健身的话题,整日整夜的聊天。 从聊天记录里可以看到,许英妈妈一周前出院,周子阳每天都会来照顾许英妈妈,我说,前几天许英晚上发了一条背影的朋友圈,我总感觉拍摄手法这么眼熟, 不就是周子阳平时发朋友圈的那种类型吗?翻到最近两天的聊天,就在我剧里力争,我带回去的女朋友,一定是全世界最好的女人时,她在和周子阳调情,都怪你,不买那个就来,万一怀了怎么办? 周子阳回,没事,怀了就生,我不是那个废物,我养得起你和孩子,我最近在跟一个大哥搞投资,准备在最繁华的中心,开一家全市最大的娱乐健身中心,到时候你就安心做我的老板娘,好不好? 哦,对了,等黎青回来,你得让她把欠你的包补回来再分手,赔偿你这么多年的青春损失费,这话许英能信,都要投资最大的娱乐健身中心了,差这几万块的包,走路声音传过来, 我关掉手机放在桌子上,不是我不想吵架,而是我现在感觉浑身冰冷,甚至都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,许英若无其事地穿着鞋,拉我去楼下吃饭,全程她妈妈都没有出来看我一眼,明明以前来都会亲切地称呼我为未来女婿,难道就因为周子阳的一句月薪八千,就不配得到他们的一句好话了吗? 我面无表情地坐在许英对面,直奔主题,许英,本来我打算这次回来和你求婚的,许英神情威愣,眼神中充满了挣扎,许久她低声说,我还不想结婚,我问她,你不想结婚,还是不想和我结婚,许英抓住我的手,带着歉意语气,厘清,我是爱你的,只是,我看着她咬着嘴唇纠结的模样, 只觉得满心怒火无处释放,我看到你俩的聊天记录了,话音刚落,许英脸色由青砖白在变红,她恼羞成怒,声音间隙喊道,你有病吧,偷看我手机,你怎么这么没素质? 冷笑一声,我说,以前咱俩手机不都随便让互相看的吗?怎么现在不行了?许英眼见自己被戳破,反而没那么紧张了,长舒一口气,好,那摊牌吧,我要和你分手, 厘清,我确实很爱你,但是你只是一个普通员工,我和你在一起,永远只能过普通的生活,我可是主管啊,我月薪五万,找什么样的男人,找不到,我不想和你过苦日子,我从没说过,自己月薪八千,那只是随便写的,许英有些不耐烦,又能多多少,一万两万,有什么用啊,连顿西餐都吃不起。 厘清咱们好聚好散吧,我想起那时我们刚在一起,他靠在我的怀里畅想未来,说以后我们每个人赚一万块,就可以很好的生活,一起买菜一起做饭,这两年来,节假日生日,我送礼从未低于一万,和我在一起,也从不用他花钱,如今周紫阳的一句月薪八千,就把我定死了。 甚至许英连问我正时,一下都不想,他看我走神,叹了口气,好言劝道,阿清,没有物质的爱情,就像一盘散沙,以前我小不懂事,但是我也二十八了,我是个要强的人,希望你理解我。 如果我说家里很有钱呢,许英好笑的看我一眼,阿清,你还是死要面子活受罪,这点挺不好的。 我的心如坠冰枯,表面上是金钱原因,但根本在于,他不信我,他宁愿信一个人,认识不到一个月的男人,也不信共同生活三年的爱人,所以,你就要和周紫阳在一起。 许英沉默过后,坚定的说,杨阳他特别喜欢健身教练这个行业,所以被爸妈赶出别墅,自己在外面工作,我想帮他回家,你可以明说,你要做父太太,你。 算了,我不想和他继续纠缠,打断他的生意,好,我成全你,分手吧,说完我到前台结账离开,压下心底的疼痛愤懑和不舍,在这个平常的一天,我放弃了一个曾经无数次期待携手余生的人。 还没走到家,就接到了吴卓斐的电话,他支支吾吾半天说,老黎,有个事,我得和你说一下,你别生气,你女朋友不是在我手下干副经理吗? 他这个人吧,有点浮躁,原本我把他放在闲职养着就可以了,但他最近不知道怎么回事,非常掺和他搞不定的项目,现在导致整个项目延期天天赔钱,这我也不好说了。 他说吧,我们已经分手了,那我跟他直说了,你们不会喝好,再和我生气吧,我沉默片刻,告诉他,他出轨了,不会喝好。 啊,咋回事啊,老黎,这周末喝点,搁几个给你排油解难。 我笑着硬喝,喝点也挺好的,许英不喜欢烟酒味,从和他在一起之后,我就基本没碰过酒,周末包间里失恋的几个兄弟义愤填膺,比我这个当事人还生气,其中有周紫阳在的健身房的商场老板王文岳,一直嚷嚷着,回去就开了他,我想了想没拒绝。 对,仅凭他随口造谣这一点就说明,他不配做一个好的教练,快要结束的时候,许英敲门进来,我坐在角落里,他没看到我,微微弯着腰满脸讨好的拿着一瓶酒直奔吴卓斐。 吴总,我打听到您在这边喝酒,想来跟您道个歉,哎呦,那个项目确实是我被别人蒙骗没处理好,之后我保证听话,您看能让我回去继续上班吗? 在经营两年都有感情的,我舍不得大家,哦,原来是被开除了,吴卓斐下意识地看我一眼,许英顺着他的视线也注意到了我,厘清,你怎么在这儿,我不想理他。 看着手机装作没听到,许英视线不断在我和吴卓斐身上切换,随后一声冷笑说,好呀,厘清,原来是攀上吴总给我穿小鞋,让我被开除是吧。 我没想到你是这种小心眼的垃圾,吴卓斐很生气,皱着眉头瞪他,你说什么呢你,这是跟老李有什么关系,你耽误项目进度,赔了几百万。 你想回来,可以,你把赔款的窟窿堵上就可以回来,许英尖叫,几百万,我拿什么堵啊。 他将整瓶酒砸到我脚下,厘清,你就这么见不得我好,没见过你这样的阴暗小人,窝囊废,有娘养没娘交的人渣,幸亏分手了。 不然我要恶心死,我阴沉着脸起身,许英,嘴巴放干净点,我不想和你闹事顾及三年的感情,给你留点颜面,你别自己不要脸,吴卓斐补刀。 不是,许英你自己心里没数吗,工作能力配得上那么高的工资吗,要不是看在你是我兄弟的女朋友面子上。 精英,你进都进不去。 许英被吴卓斐的三连问,羞辱得浑身发抖,愤怒扭曲了五官,好好好,离清你给我等着。 离了你我过得更好。 破精英求着我我都不回去,一群垃圾。 说完许英冲了出去,我揉着太阳穴坐回沙发上,我想要体面,可是有的人不想要,那就没有必要留了。 我对王文月说,你那个商场,明天就把周紫阳辞了,需要赔付的我双倍给你。 王文月大手一挥,当即打了个电话给商场负责人,宣告周紫阳的失业。 晚上我回到家里,看到许英更新了朋友圈。 是和周紫阳的官宣合照,我点了个赞,锁死吧两个人渣,从许英的朋友圈里,看到周紫阳第二天就搬到了许家。 根据我从朋友那调查来的消息,周紫阳直高辍学,在KTV里卖了几年酒开始健身,后面才转到健身教练行业,家庭条件并不好。 而许英,离开京阴,绝对找不到那么高薪又悠闲的工作。 这两个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,确实相配,都在装有钱人,并且寄希望于对方带自己报复, 又不知道他们发现对方真实底细后,是否还会如此相爱。 再一次见到许英,是在一场沙滩排球赛上。 我是俱乐部的顶级会员,一般这种比赛都是我们几个会员决定好后,才会定日期,两个月不见,许英像是变了一个人,浑身大logo堆满,但是细看都是基础款。 他挽着同样浑身大logo的周紫阳的胳膊,仰着头走过来,哟,前男友们这不是,跟踪我,滚,我一句话不想和他说,但许英的倾诉欲格外的强。 他推了推墨镜不屑的说道,我知道你就是想看我失魂落魄,离不开你,我偏偏不如你所愿,我过得比你好多了。 杨阳投资了一个全A市最大的娱乐健身中心。 以后不用上班,就能在家数钱,比跟着你这个废物强多了,我抬头看向周紫阳。 问他,怎么来的,打车,车都买不起啊,还不如我这个废物呢,我学着许英的阴阳怪气,周紫阳瞬间铁青着脸,许英在一旁也满脸愤恨,她对着周紫阳,明天就让你家里打钱买车,周紫阳尴尬的笑。 好好好,你说买什么就买什么,没一会,开始比赛,周紫阳在对手组,许英在一旁兴奋地喊着加油。 几个知道我和许英关系的人,纷纷吃瓜的眼神看向我,想吃瓜,让你们吃个够,我站在场地中央,大声喊,兄弟们。 对面的十号周紫阳,给我戴绿帽子,今天就干他。 正主实锤的瓜力量更大,我们全队开始了针对赛,周紫阳整场下来,被球打得轻一块子一块,虽然输了比赛,但我们每个人都比赢了比赛还要开心,我拍拍他们手,不白来,都不白来哦,有瓜吃还有人打。 从小我爸妈就告诉我,远离一切消耗自己的人和物,所以下场快速洗完澡后,我直奔停车场,许英以前是个仇富愤青,我从不敢开出来我的车,从分手后,我才发现这三年,我失去了多少乐趣。 今天开的是我的心虫小牛,又跟踪我,为了挽回我,许英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我身后,我无语地看他。 大姐,好聚好散,别缠着我了行马,他不满意我的反应,耿着脖子上前一步,没有精英那份工作我也可以活得很好,你承认吧,你就是羡慕我,不然怎么我走到哪都能碰到你,被他按着车门。 我只能站在旁边回话,许英,我不明白,恋爱三年,我对你可以说是很好吧?分手后,你为什么总是找我查呢?许英愣了片刻,说,你如果真的对我好,就应该让吴总给我一个副总裁的位置,而不是一个小小的副总经理,到处被人诟病,而且,一个合格的前任,就该过得不如我好。 他说的理直气壮,又带有一点委屈,像是我做了天大的对不起他的事,我发誓,我以前真不知道他这么点,行,不如你行了吧? 松手,我要走了,我推开他,直接上车。 你现在已经虚荣到租车了吗?真没必要,花光了自己的钱,还担惊受怕寡蹭赔款,我气得拿出行驶证,指着自己的名字,我的懂。 说完,我系上安全带,一脚油门踩了出去,当晚许英给我发了一页的消息,你跟我装穷,你哪来的钱,你彩票中奖了,厘清,我给你一个坦白的机会。 如果让我开心的话,我会答应你和好,说话。 第二天上班时,我想起了昨天许英和我说的投资,据我所知,王文月他家最近要在市中心建一个娱乐健身项目,已经快收工了。 难道是这个?我给王文月打去电话询问,黎哥,这项目确实是我家的,但是几个投资的老板都是以异为单位,周紫阳应该搞不起吧?你等我给你问问。 没多久,王文月电话回了过来,描述了整个事件,最近有人冒充是项目总投资人,愿意出一部分小股,给朋友们实现共同富裕。 换成普通大白话的意思就是,现在给我钱过几个月,就躺在家属前,王文月笑着说,这不赤裸裸写着诈骗吗?哪个商场是几十万几十万集资盖起来的啊?铺地砖钱都凑不起,我听说周紫阳和许英凑了九十万,全交给那个假投资人了。 等着剪彩呢?我想起分手前后,周紫阳和许英对我的种种不屑和侮辱。哥们有点闭子要出手,手里有点余钱,能让我参与一下剪彩部? 王文月队,折手机嘖嘖亲,哥我爱你,快来投资吧,你投两块,我也让你剪彩。 我冷笑着打开周紫阳的对话框,事件停留在他上个月给我发的最后一条消息,让你看看有钱人都玩什么,穷鬼。 配图是他和许英打高尔夫的照片,周紫阳。 咱们几个月后再看看到底有钱人玩什么,时间如白鞠过细,转眼半年过去了。 这半年里,听说许英为了投资周紫阳的项目,把老家的房子都卖了,又追加了三百万。 剪彩当天,我一身黑色高顶西装,站在王文月身边和几个爸爸的朋友聊天,许英和周紫阳不负之前的模样,衣着朴素,看样子是真的把所有钱都扔进去了。 就等着躺家属钱,可惜天不能如他所愿,不对,你们剪彩少人。 李总呢,李总作为最大的股东,怎么没来剪彩,周紫阳嚷嚷着,什么李总,这里没有李总,保安将他推后,一旁的许英呆愣地看着我,除了他两人,还有几个看起来状态很相似,应该都是被那个假李总骗钱的,事到如今,其实已经很清晰,他们被骗了,但周紫阳不信,挥着手让李总出来。 许英猛地一巴掌,抽在周紫阳脸上,傻逼,我们被骗了。 这时,来了几辆警车,李茂假冒王室投资人,集子五千万亿被抓,几位受害者跟我回去录录录吧,许英投入了全部身家,此时一听,量枪半步,差点摔倒。 他冲上前拽着李茂的衣领,喊道,我的钱,我的钱还我。 李茂笑得猖狂,要钱没有,要命一条,角落里的周紫阳听完后,想悄悄离开,但被警方锁定为疑似同伙,最终被警方拉走,都上了车。 而我,站在剪彩台上,用剪刀撕开红色布匹,我们都有光明的未来。 第二天晚上我回到家,许英浑身被雨淋透,委屈又可怜地蜷缩在我的门口,阿清说着他流下眼泪。 阿清,周紫阳就是个骗子,他根本没钱,整个人全身存款都不到两万,他为了让我心甘情愿掏钱。 骗我说他也投了五百万,可是到了警察局才知道,他根本一分钱没投,明明被骗的是他,但失去一切的却是我。 阿清,我好痛苦,也许在半年前,我还是会渐渐的心软,但如今我内心毫无波澜,措辞许久,我只能说,那你还挺倒霉的哈,许英站起身跑到我面前,阿清,我好想你。 其实我爱的一直都只有你,和他在一起,只是新鲜感,阿清我们和好吧,我知道你不是故意骗我你有钱的事,就算没钱我也决定了要和你过一辈子,我推开他。 计讽道,许英,你还真会倒打一耙,是你说我家奢侈品都是假的,是你说讨厌所有有钱人,让我也不要买那些骗钱的奢侈品,我听你的话,反而成了故意欺骗你。 还有,我不可能和你和好,更不想和你过一辈子,别再来自取其辱,不。 阿清,每个人都有犯错的时候,你应该给我一个机会,阿清,我不信你不爱我,那我们三年的感情算什么,背叛者的指责毫无道理,我声音冷漠,既然你想要个明白,好,我最后说一遍,我家确实非常有钱。 我当时回家,就是说服家里人娶你,甚至已经买好了钻戒,等着和你求婚,可是你做了什么? 你在我为咱俩后半生努力的时候,和认识没有半个月的男人睡觉调情,我曾经很爱你,也给过你太多机会,许英,是你亲自抛弃了我们三年的感情,许英气不成声。 我越过他去开门进屋,他轻轻搭住我的手腕,哽咽着说,真的,没有可能了,觉悟,砰的一声,我关闭房门,随之而来,是许英在门外的嚎啕大哭,温暖的房间和冰冷的楼道,仅有一道门阻隔。 但我们的心,已经在两个世界,周紫阳被许英物理阉割了,周紫阳在得知许英所有钱都拿不回来之后,果断离开了许英,还卷走了许英最后的存款,正当他在另一个健身房混得风生水起时。 许英找到了他,许英让他赔偿自己一半的投资费用,周紫阳不同意,和保安说许英是疯子,把许英赶走。 随后他又在健身房里聊有钱的女学员,还真让他捞到了一个有钱的姐姐,不到一个月就换了两辆跑车,许英堵在他家门口。 周紫阳,你既然捞到钱了,我被你骗光了几百万,给我一些总不过分吧。 周紫阳只进不出,满不在乎由他造成许英如今的落魄,许英,你要点脸吧,所有的一切都是你自己的选择,能怪得了谁呢? 别来烦我,我没钱,有能耐你杀了我啊。 他随口说的,许英当真了,第二天,许英拿匕首冲进健身房,把正在搔手弄姿的周紫阳物理阉割,听说最后只判了一年半,而失去宝贝的周紫阳,也失去了富婆的青睐,整日躺在家里发疯。 朋友和我说完,我竟一时语色,不知道做什么反应,现在我有点相信许英说的还爱我了,起码没。 五年后我的婚礼上,一个销售的身影,扔下红包泼着脚,快速离开,老婆拎着婚纱走到我身边,看什么呢?小青青,我拉着她的手用力揉搓,一起走进宴会厅。 结婚这么多人呢,怪丢人的。行吧,那叫你老公,好的老婆。